在辽城一位车主醉酒驾车撞的人 在逃逸路上再出事故 这回连自己的命都丢了 我们来看看当时行车记录仪留下的视频 这是司机郭某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一幕 可以听到此时 他边开车边打电话 跟朋友聊的是热火朝天 而下一秒就出事了 驾驶员郭某在撞了骑自行车的男子之后 不仅没有赶紧救人 竟然继续打电话并且加速逃逸 此时车是越开越快 结果又出事了 我开车抛了 我开车抛了 我抛了 我抛了 我上哪去啊 是 抛我家来 上你家来不行 抛了 抛了 这段视频前后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只有1500米的距离 不仅背撞了骑自行车男子当场死亡 肇事逃逸的郭某在逃逸途中 再出事故也丢掉了性命 事后经东昌福大队事故科民警调查 郭某体内的血液酒精含量竟然高达每百毫升三百毫克 炒出最价标准的三倍多 如果这位郭某某开车前不喝酒 开车的时候不打电话 肇事后不逃逸 也许这又会是另一个结果 可惜生命没有如果 在这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家驾驶员朋友 请守法行车 安全驾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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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